美国司法部在美东时间8月2号 对社群平台Titalk以及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提起诉讼 指控Titalk并没有好好保护儿童的隐私 而违反了儿童线上隐私保护法 美国司法部就表示了 Titalk未经13岁以下儿童的父母同意 收集大量儿童的个资和使用数据 已经侵害了数百万名美国儿童的权益 不过Titalk随即就回复了 说这些指控都是来自于过去不准确 或是已经修正的错误 不同意美国司法部的指控